最近的一首洗腦神曲 台灣的爆紅耳歌《蘑菇蘑菇》 那為什麼我們要講到這首呢 大家應該會覺得這首很可愛 那其實呢 這首歌呢 其實有被抵制 可以借我10塊買飲料嗎 你先訂閱我就給你錢啊 蛤 我什麼要訂閱啊 你可以借我10塊買飲料嗎 你先訂閱我就借你錢 你先跟我借了8次耶 你可以不要去跟著我嗎 10塊就好了 10塊 10塊你是不會去撿喔 你不會去找工作 蛤 蛤 找工作啊 蛤 那10塊就好 10塊 你已經跟我借了8次 我們很有緣啦 我們很有緣嘛 10塊也要借 好了啦 10塊要借 10塊而已耶 趕快按訂閱啊 好啦 我先借你10塊買賣箱 那你平台叫什麼名字啦 訂閱了啦 好 有訂閱很棒 那我借你10塊 好 去買飲料嗎 掰掰 被他在找我了 大家好 歡迎回到ShareKey有機台 來 借姊 溪漏 滴滴 什麼睡覺一半啊 睡覺到一半 溪了 滴滴 兩個在睡覺不知道什麼 好 沒錯 那開場呢 我們現在問大家就是 那有聽過我蘑菇蘑菇嗎 有 好 唱一下 3 2 1 蘑菇蘑菇 讓我把你 什麼啊 那第二句耶 好 再一次 蘑菇蘑菇 躲在市場的角落 蘑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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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我 他唱歌版就這樣啊 就夠噁了啦 好噁心死了 我覺得他們討厭的嘉義 蘑菇蘑菇 藏在市場的角落 OK 你用山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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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那麼難聽啊 用山東講的 蘑菇 蘑菇 讓我把你帶回家 最近的一首洗腦神曲 台灣的爆紅的蘑菇蘑菇 那為什麼我們要講到這首呢 大家應該會覺得這首很可愛 那其實這首歌其實有被抵制 會不會背後有什麼真相 會不會背後有什麼故事 有被一位知名的藝人抵制 然後也有一些知名人士這樣 那待會我們來看一下 究竟是為什麼要抵制 就是究竟這種可愛的哥哥 哥哥哥哥什麼 就是這種可愛 這種可愛的兒哥 為什麼會有人抵制 我們等一下來看一下歌詞好了 說不定歌詞會不會有什麼端倪 那我們今天是這一集 謝謝棉花糖炸雞投稿 我們先來介紹一下這歌曲好了 因為可能還有人沒聽過這首 然後文章來源是網路溫度計 近期爆紅的歌曲啊 蘑菇濃湯 他歌名是蘑菇濃湯不是蘑菇蘑菇 近期爆紅的歌曲 蘑菇濃湯 採用蘑菇第一人稱視角 呈現整道蘑菇濃湯的料理過程 旋律輕快有活力 加入歌詞不斷重複蘑菇蘑菇 十分洗腦 那是在去年12月底推出後 迅速打進兒童市場 不論是原版或是混音版MV 都在推出不到一個月啊 於YouTube平台上點閱雙雙破百萬 那推出這首歌的製作團隊啊 其實是一對來自台灣的爸媽 爸爸呢希望做好聽的兒歌給孩子聽 媽媽則想要畫好看的繪本給小孩 兩人達成共識後 做出這首架槓MIT Made in Taiwan的洗腦兒歌 希望是透過這首歌啊 讓更多家庭陪伴小朋友時 可以有共同的話題 那大概就是簡單的介紹一下這首歌叫做 蘑菇濃湯啊不是蘑菇蘑菇 很洗腦啦然後馬上就是爆紅 就是基本上一個平台就聽得到嗎 我記得之前有一陣子 我看到很多人就是用這首歌當背景 然後就是煮那個蘑菇濃湯 喔 那我們要來看一下 究竟是誰抵制這首歌 然後為什麼會抵制 我們來看一下背後的故事 那來源呢是City Wong 好的就是這位页叫做清風 好就是歌手清風啊 他抵制這首爆紅的兒歌 蘑菇濃湯 清風是蘇打綠的主唱嘛 那他現在其實變成魚丁系的主唱 那就是因為有那個大字 應該可能多少知道就是有些 正義跟版權的那個問題 清風啊他發文抨擊這首歌呢 是獨孤 那他跟楊岩呢會抵制到底 清風會如此氣氛的阻音啊 是因為這首歌呢 正是與已經鬧翻的 前經紀人林韋哲公司的作品 那清風呢 於29日晚間發文 認為這首歌是獨孤 更直言呢 我曾經夢見有人跟我說 契機是覺得 小孩跟家長的錢最好賺 什麼為了小孩這種道貌黯然的話 真是有夠噁心 表示一定會抵制這首歌 據了解啊 《蘑菇農湯》是清風前經紀人 林韋哲公司所創作的兒歌 那還有包括清風的好友 鋼琴老師YouTuber 那個江老師 江老師也有發文 他說 所以我不聽這首模糊的歌 就是有發文說 我也絕對不聽 這個人對我和我團員媽媽做出這種事 至今人不覺得自己有任何問題 也無法負責 這種人做出的音樂呢 我不會讓身邊的孩子聽 我是一定會抵制到底的 好那就是因為 林韋哲嘛 他與清風過去有著好消息 但隨著吳清風所屬樂團 蘇打率與商標官司 就是兩人就是已經鬧翻了這樣 好那我們簡單講一下 就是為什麼他們會鬧翻的好了 那清風與林韋哲 是在2018年拆夥並終止合約 但持取版權有爭議 因此被林韋哲提告違反著作權 那蘇打率的商標版權 也跟著無法繼續使用 讓蘇打率只能餘定戲在樂壇活動 後面他們就是有 就是什麼很多上訴啊 訴訟啊 然後最後林韋哲就宣布放棄蘇打率的 商標所有權 反正就是來來去去的這樣 所以其實主要原因就是因為 做這首歌的人 是清風之前的田徑紀元 然後他有對他做出很多不好的事情這樣 然後加上 可能覺得小孩跟家長錢最好賺之類的 所以可能就有這樣 通極這樣 Fail的故事大概是這樣 他剛剛不是說 小孩子跟家長錢最好賺嗎 其實是真的耶 尤其是小孩 因為有時候家長他自己捨不得買的東西 如果小孩要他就會買給小孩 但是買給自己的話就會捨不得 哦 所以要疼小孩 對就是可能小孩喜歡呢 他就會盡力去滿足這樣 但自己可能就省吃減用 我們要看到歌詞好了 蘑菇蘑菇蘑菇躲在市場的角落 蘑菇蘑菇讓我把妳帶回家 把妳帶回家 嗯 蘑菇蘑菇放進我的牛奶鍋 蘑菇蘑菇做出來一碗湯 可以加一點胡椒 可以加一點香草 剛剛現在把它攪一攪啊 拿到我的湯匙我要咕嚕嚕吃掉 好啦好像蠻正常的 就是做某某某湯的那種過程而已 對我覺得他這個會有傳唱度很高 是因為他就是很簡單 對 嗯然後旋律的話 他就是一直反覆的旋律這樣子 所以就很容易 很抓耳 很抓耳什麼意思 很抓耳啊 這哪裡的用語啊 很抓耳 抓耳是什麼 就是很抓耳啊 這很好記的旋律啊 你聽大概一兩次你就會記起來 所以他傳唱度很高啦 對 但我自己覺得這首歌就是 蠻可愛的啦 然後就是很洗腦 蠻好聽的這樣 所以大家才會這樣傳唱爆紅這樣 嗯 我覺得這首歌應該是本身 應該是沒有問題 以清風角度來說 可能這首歌在他眼裡是 比較不太好的東西 因為有糾紛吧 對對對 有糾紛啦 因為那時候新聞很大 對這個事情倒是蠻大的 好 那大概就是這樣啦 我們大概看完了 我跟我們介紹還有他那個 抵制的事件 大家有聽過這首網 可以留言告訴我們 你有沒有聽過蘑菇冬湯 也可以留言告訴我們 有聽過留言加1 有聽過留言加2 變起來 告訴我們 好沒錯 那我們大概看完了這個 蘑菇冬湯的這個事件啊 然後那個抵制事件 大家如果有興趣 你也可以去查這些資料 抵制的原因啊 或是更多的細節跟真相 你用山東槍唱 哭哭 那是長的角落 躁鬱版的 哭哭哭哭 哭哭哭 哭哭哭 大家來回家 哭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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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哭 好 這樣就這樣啦 大家就是 評論你想法啊 或是你們現在 身邊朋友啊 學生你們 現在最好的哪些歌 也可以跟我們分享 可以留言告訴我們 喜歡影片 記得要 訂閱我的頻道 訂閱我的IG 一定要追蹤喔 記得要歡迎支持我們 記得聽我們的新歌 半歌會拒絕我喔 喜歡我們的話 可以加我們的會員喔 不定期有會員聚會 跟會員禮 好 我們影片見 拜拜 Let's go 記得留言喔 每次留言都會看 拜拜 謝了謝了謝了 啊 拜託你快拒絕我 就讓我死心 拜託你 不再追求 那麼死心 踏地 把所有好的壞的都刪掉 It's time to let you go 拜託你 快拒絕我 就讓我死心 回到裝的不在乎 其實很不安 唱著對你的愛慕 我說不出